新秀天來唱功耀 合唱人間姻緣滿臉歡喜 國際佛光會舊金山協會 2023第11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在佛麗門文教中心舉行 來自三保寺佛麗門佛光寺及菩提寺四個道場 十二個分會258名會員出席 場面盛大 更是創會以來首次有上級麗麟指導 佛光會世界各國 這樣我們就可以善合 我們在聯合國十七項當中 我們國際佛法 不是說洛杉這個舊金山做的 就是這個舊金山 我們佛教徒都很客氣啊 我們做了就好 不是 現在就要 我們要Marketing 行銷 一口法師開示 有好事就要傳出去 佛法不應局限在舊金山 而是傳揚五大洲 而會長李星宜致辭則提到 今年舊金山協會獲得慈善服務獎 感謝總會肯定 也謝謝所有佛光人 今天感謝所有佛光人 持續的對道場的扶持 還有會晤的推動 讓我們的生活忙碌的很有意義 也創造了我們 提升了我們自己的生命價值 推薦弟子祝佩宣鄭重宣誓 忠誠執行國際佛光會舊金山協會會晤 大會議序進行會員宣誓 會務報告 分會會長交接 卸任分會長頒獎等儀式 眾人感謝星雲大師創辦佛光會 未來舊金山協會也會繼續 紅髮立身推動人間佛教 人間威視美國舊金山綜合報導